有沒有看到我現在搭在車上啊 因為我們走得太累 剛休息完後決定因為我們要到下一條步道 結果這景點是走錯路 而且走錯路一走走得上坡40分鐘 很累 所以呢我們就路邊攔了一台車有沒有 我們路邊攔了一台車 搭面車要搭下面的車齁 這也是出來最有趣的地方 不管怎麼說就是 你可以盡量去挑戰自己的內心 你想做什麼就做錯看 因為只要不是做壞事沒有人會care你 那今天我們搭搭這台車我覺得 超棒超嗨 他說你沒有位置要給我們坐 結果我不要我今天要坐後面 因為坐後面才是搭便車啊 不是嗎